1906年 一个湖南大山里面的小学生 从县城里的贩子那里听到了一个故事 外面发生大饥荒了 成千上万鸡民开始涌入城里 吃大户了 饥饿的农民们不但抢米 还冲进湖南总督府 把总督赶出了衙门 但是后来来了一个凶恶的新总督 他血腥镇压了这些农民 还把鸡民领袖彭铁匠的喉鲁斩下来 挂在衙门外市中 别的同学听了这件事 仿佛就是听到一个不相干的传奇故事 而那位高个子小学生听到后 觉得整个世界都在颤抖 我始终忘不掉这件事 我觉得造反的鸡民也是人 也是像我家人那样的普通百姓 我对他们遭受的委屈深感不平 其实在那场抢米蜂潮中 他的父亲也抢了米 他却表示我不同情他 我同情那些饥饿的人 他们抢的都是他们根本没有的东西 他发现了这个世界的问题 于是走出了大山去省城读书 他在省图书馆的大地图前陷入了深思 他后来回忆到 湖南省图书馆的墙壁上 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 我每天经过那里 总是站着看一看 世界既大 人就一定特别多 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 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 从少山冲的情形来看 那里的人大多都过着痛苦的生活 不是挨饿就是挨动 有无钱治病 看着病死的 有交不起租骨千两 被关进监狱 活活折磨死的 还有家庭里 相邻间 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 吵嘴 打架 脑的鸡犬不宁 甚至动得头疼掉紧的 至于没有书读 做仪式睁眼瞎子的 就更多了 在少山冲里 我就没有看见几个 生活过得快活的人 少山冲的情形是这样 全乡坛县 全湖南省 全中国 全世界的情形 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 人生在世间 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 绝不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这是制度不好 政治不好 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 人压迫人的制度 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 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 是应该彻底推翻 彻底改造的 总有一天 世界会起变化 一切痛苦的人 都会变成快活的人 幸福的人 我因此想到 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 要走的道路真长 从这时候起 我就决心 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 全世界痛苦的人 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公平是人类一种朴素的追求 国境中外 有许多圣贤先知 都讲过公平 最初的乔达摩西达多 耶稣并不是什么宗教领袖 而是追求公平的人而已 这世界上有婆罗门 沙地利 神的选民 那么剩下的人怎么办 他们就创立了一种思想 法是所有人的法 天国是所有人的天国 其实在脑海中 空想一个地上天国容易 亲手去开辟一方新世界却难 国境中外 许多人都尝试着做过 真的很难 有的毁于自私和内耗 有的倒在了鲜血中 近代中国的情况 又比任何一个世界都复杂 都危险 我们当时不只是简单的阶级矛盾 还有民族矛盾 不只有资产阶级 对工人的压迫 还有剔主阶级 对农民的压迫 买办官僚 对民族资本家的压迫 帝国主义 对所有人的压迫 我们面对的 不只是不公平 还有微如雷卵的局势 时刻轻浮 斗不瓜分 王国灭主的威胁 真的不公平啊 洋人在骨头上打死人 黯然无恙 军阀娶着一太太 当着割据土皇帝 大师们身边阴歌厌舞 谈着诗和远方 可四万万人中的大多数 遭受着饥饿 贫穷 被压迫 被虐待 朝不保夕 他们百分之九十都是文盲 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也看不懂报纸上的先生们 都说了什么 他们只是看着自己 年复一年 辛苦劳作 中国却有大半被人抢走 卖儿卖女借高利贷 都未必活得下去 再加上那些灾荒 战争 杀戮 军阀和外国人的枪炮 呼啸来去的土匪 历史上说的那些生灵涂炭 民不聊生 在他们那里 只是寻常事 我们的先驱者 学过人家的技术 搞过洋务运动 但没有现代化的制度 我们不堪一击 我们搞过资产阶级革命 但成果转眼被篡夺 我们学过日本 搞君主立宪 失败了 我们学过欧美 搞党派政治 一片混乱 军阀政客们 你唱罢我登场 把国家当作戏台子 当世界日新月异的时候 我们的地主老爷们 还坐着轿子 殴打电护 我们的总统军阀们 还在争着抢着 当帝国主义的奴仆 我们的士兵们 打枪的时候 连瞄准都不会 被外国记者嘲笑 这个水平 还不如双方 换上工钱活殴 20世纪初的30年 资本主义世界变化太快 电话 电报 汽车 轮船 地铁 垄断企业 步枪 机枪 坦克 战舰 飞机 都出现了 生产力突飞猛进 杀伤力也突飞猛进 帝国主义解决不了 他们自己的矛盾 正在发动战争 瓜分世界 而我们 是被谋划瓜分的那一个 我们不但要向地主要公平 叫向资本家要公平 还要向军阀要公平 还要向帝国主义侵略者要公平 那真是胡口夺食 九死一生啊 试想一下 今天的伊拉克人民 能够向美国要公平吗 时间不等人 容不得像做学问一样 慢条思理 但情况 又是极其严峻复杂的 走错了一步 都有可能万劫不复 这个时候 耶稣没有用 佛祖没有用 孔孟老庄 三清四律 诸天神佛都没有用 我们需要一群人 一群有理想 有信仰 实事求是 善于调查研究 善于解决问题的人 需要一个组织 一个深入群众 了解群众疾苦 能够团结大多数 钢体一样的组织 无论如何 事情是要做的 哪怕他们一无所有 哪怕他们没有经验 他们会犯很多错误 但事业 本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不去做 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来自马银的火炬 已经传来 列宁同志 和布尔什维克们 已经做出了榜样 树民的胜利 已经从可能成为了现实 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 社会主义革命 已经成功 这证明了 天下大同不是梦想 工人 农民 凡夫走卒 这被压迫的一切 蕴含着改变世界的力量 不过 伟大的理想 成功的信仰 科学的理论 也要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 中国最先进 最革命的是工人阶级 但最多的不是他们 而是被压迫了数千年的农民 在他们中间 蕴藏着磅礴的力量 一旦他们觉醒 赤色的洪流 才能改天换地 理想的实现 需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抓主要矛盾 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 不冒险 不保守 不教条 不机会主义 改变世界 从来不是神话 不是打败恶龙 迎娶公主 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打拉崩巴 一人过得好 那叫自私 天下人过得好 那才叫改变世界 理想说起来是宏大的 但事情需要一步一步去做 问题需要一个个去解决 他们需要把组织建立起来 把宣传教育搞起来 事物到群众中间去 教给他们知识 文化 技能 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谁 为什么活着 为什么而战 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武装 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要搞土地革命 要解放发展生产力 要搞大生产运动 要在凶恶的敌人包围下 找到革命的出路 要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他们要推翻封建主义 帝国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彻底开创一个新世界 他们还要解放妇女 全民扫盲 消灭传染病 建立现代的教育卫生体系 更要坚固奋斗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完成国家的工业化 这工作一干就是99年 还要继续盖下去 99年前 那些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们 为了国家的独立 为了民族的解放 为了未来的世界大同 放下了书本 告别了家庭 走出了象牙塔 走出了自己的阶层 为了天下的公平 为了一个新世界而出发 这一去 便要将那天地换了颜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